你在学校的学习 是建立你这个标准的知识网 方便你去留住全世界所有知识 不管业界怎么变 你都永远会在最领先的那一块 世界之大科技进步如此快速 我希望你能够保有初心跟好奇心 尝试体验你所不了解的人事物 半导体产业需要具有创新思维 技术专长和团队合作的能力人才 对于未来的潜在人才 建议再加强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学习 培养问题解决和跨领域合作的能力 以及了解产业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 要进来这个半导体产业的人 需要具备跨国籍的合作 沟通能力跟逻辑思考的能力 所以艾斯莫尔提供了一个开放 尊重多元弹性的3C文化 那所谓的3C就是 Challenge Collaborate跟Care 那Challenge的部分 其实是鼓励勇于表达 Collaborate的部分 就像刚刚说的团队合作 这件事情很重要 那Care的部分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声音 尊重包容在Care的部分 就是非常的重要 什么叫做人才 其实第一个叫做能够独立作业 谁的主动目标 然后创造自己的价值 第二部分呢 我还是要讲的是说 因为我们是一个国际的环境 所以沟通的语言 比如说英文 或其他的语言 是我们必须要培养的 其实高中生要进入这个产业 最重要的是 就是说基础学科 你一定要花力气在上面 数学 物理 化学 这些 那接下来就是说 你要去培养好奇心 然后还有坚毅的这个能力 为什么 因为要解决一个问题 通常不是像读书的时候那么简单 有很多未知的 我另外一个我觉得 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还是要有乐观的态度 因为在这个产业里面 坦白讲 困难是一定会不断的发生 所以唯有你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 才能够面对这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同时呢 我觉得半导体产业 就我们刚刚讲的 它是一个高度的分工 所以能够与人互相合作 共同去完成一件事情 实际上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特质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 针对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 解决一个问题需要很多整合的能力 跟不同的人做沟通 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会培养这样的能力 半导体产业 大概可能每三四年 就一个天般地夫大变化 那十年呢 几乎就是整个换代的变化 所以说呢 你必须要一直持续的学习 去了解一个新的趋势 现在的这个世界的话 是有点像资讯泛滥的世界 每天的话 你会看到科技界 有很多的新闻这样流过去 那这时候最重要的是说 你怎样架构起自己一个知识的网 把这资讯抓住 那从中间学习 持续成长 其实我觉得这是目前的学生 最需要的能力 你在学校的学习 是建立你这个标准的知识网 方便你去留住全世界所有的知识 不管业势怎么变 你都永远会在最立心的那一块 世界之大科技进步如此快速 我希望你能够保有初心跟好奇心 尝试体验你所不了解的人事物 千万不要害怕失败 因为现在失败 只是你未来时间洪流下的一个小石头 但我相信这些点点滴滴会汇聚成 你未来不论是在产业上工作上或是人身上的能力 半导体产业是个充满挑战和机会的领域 它对于推动科技的进步和改善人类生活有重要的作用 如果你对科技创新充满热情 不妨考虑加入这个行业 你的努力跟创新将会有机会改变世界 其实高中生最主要就是自己的学业上面的本职学能要先学好 那同时间你自己的思维跟逻辑判断都可以受到训练 我觉得社团这部分 因为你社团一定在办活动 那办活动的时候 你就会需要一些课业外的一些能力 比如说组织能力 teamwork能力 或者是甚至外语能力 其实在这部分都可以受到训练 各位同学其实上你们非常的幸运 因为现在目前半导体跟AI正开始发展而已 而且更重要的是说你们现在目前在台湾 台湾在全世界的半导体发展中 占据了非常关键的地位 那如果说你们能好好掌握的话 事实上你们未来的人生以及职业发展的话 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光明的 在未来的话不管是AI发展也好 机器人6G卫星量子发展 这些呢全部都靠半导体 现在目前你们刚好就在一个很好起跑点上 有很好的资源 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掌握这机会 那个有人说半导体是爆肝的行业 其实我觉得答案是yes or no 其实都是爆肝 我们都要努力工作 不管在什么行业 都要努力地学习 那你是爆肝的口袋饱饱 还是爆肝的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在半导体这个洪流 不管在各方面的福利制度 知识的养成 那不管是说这整个的ecosystem 都是非常非常完整 那在这么好的局势之下 这么好的环境之下 那你为什么不一起来就营 这个半导体的洪流 一起努力把我们这个半导体产业 一起蓬勃地持续发展 不只是五年十年 甚至未来二十年 除了每天我们需要阳光空气水 实际上你已经离不开半导体了 其实这些最简单的 你去借一台U-bike 都会跟半导体有相关 所以半导体已经改变了 人类生活的一些状况 甚至它的未来 而且它还是一个 在不断创新的产业 对那所谓的创新呢 并不是说无中生有 所谓的创新 其实应该是说带来改变 所以各位同学 他还有很大的机会 可以在这个产业里面 发光发热 像我们创办人说的 严峻的挑战后面 是美好的未来 半导体产业还有无限的可能 等着大家 最后让我送您动画 我们的生活 Ordinary Results 祝福你能夠成為我們 半導體產業的催化劑 並引領我們走到更美好的未來 謝謝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